立委高金宿美呢 带领台中偏乡地区的居民 来到了台中市府会呢 要来拜会市长胡志强 那么会中呢 其实胡志强有提到说 台中的新家养部落 千村道福寿山 民意已经达成了 愿意千村的目标 但是呢 得到了中央 当地为国有地 已经种樱花为理由而拒绝了 也因此让胡志强怒劈说 难不成樱花比人命更重要吗 带回来 不要帮你 拥抱外加握手 胡志强和高金宿美老朋友 就还嗨相见欢 两个人谈的是山区居民的事 不过胡志强炮火全开 他们指定一块地点 那我们就去恰 结果说这个地点不能分配千村 因为已经在种樱花了 那我心里很难过 樱花比人命重要吗 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胡志强把樱花和人命 放在一起谈 讲的是台中和平新家养部落 因为多年好雨和风灾 不千村就会有崩塌风险 居民决定规划千村 当地民意协调到确认要千村 选定了福寿山 不过农委会最后说 当地是国有地 已经种了樱花 不给千村的结论 这下让胡志强火大了 骂的是农委会 但实际在按批行政院长 将一话 这句话是我讲的 我承认 对不对 我也不赖 但是真的大家想一想 中央主管的单位想一想 我跟你建议这块地 大家都愿意迁到那里去 结果理论是那里已经种了花 所以不能再行分配 我真的是很难了解 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花重要 老朋友见面 胡志强忍不住向高金素媒抱怨 中央晚去千村的决策 胡志强杠上农委会似乎也在炮轰 早就知情的行政院长江一华 记者李蒙章 龚玉德张俊龙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